自動雄誠 OK 謝謝 今天才想要決定的就是你們 OK 歡迎大家好 最後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就是 經理部長協會有機會也到台南 跨越台中 因為全三年都在台中 然後呢 到台中我們已經覺得 可以說過 喂 這樣子嗎 OK 因為到台中的時候我們已經覺得很累了 然後要到台南的時候覺得 哇 這個 這一趟風波真的是蠻遠的 然後 我記得那時候在台中開 延續 每個禮拜三 從 我通常是禮拜三在清華大學有課 然後下課之後去趕高鐵 然後到台中 然後現在是要到台南 然後台南上完課 以前我們步道學的課 大概都要上三個小時 一堂課一定要三個小時才講得完 然後台中還常 就是大家有問題啊 然後討論啊 然後差點趕不上最後一段高鐵 然後我現在就開始擔心 我要在台南找個地方 就是萬一呢 萬一我們真的有耐霧的時候呢 我要睡在哪裡 然後才能夠 有地方收容這樣 不過我還是覺得就是雖然是 對我們來說是 一個比較遙遠的距離 可是我們高興台南社區大學 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來跟南部的朋友 來談步道這個東西 那當然那個 我不知道大家在選這個課的時候 有沒有仔細去看 每一週大概會做些什麼事 還是不一定 就是大家就是覺得步道學 這是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就來也不一定 所以沒有關係 大家可以帶著自己 對於步道的不同的想法 然後透過這個課 其實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我們可以討論 那個大家腦子裡面想像的步道 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不一樣 然後它到底為什麼能夠被稱之為一個學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一開始很多人聽到步道學的時候 都會想說步道就是去走步道嘛對不對 哪有這麼複雜 現在那個 待會我會介紹我們步道學的課程體系 很多人上完步道學的課 都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 步道感覺被講得很複雜 就是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層面 然後感覺上了18小時的室內課 兩次的戶外 兩次的實作之後呢 就是好像打開了另外一個通道 然後發現說你可能知道的比以前還多 但是呢不知道的比以前更多 所以這是步道學常常我們聽到學員的回應 那我不曉得 這次在台南會發生什麼好人的事情 所以很高興你機會跟大家一起來 這個經歷這個過程 好那我還沒有自我介紹各位 是千里步道協會的副執行長 我叫徐明謙 那我在台大跟清大都有教書 然後那除了在教書之外 都是在步道上 不是在步道上 就是在前往步道的路上 前往步道路上到底是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步道上 好那當然呢 過去我們千里步道協會 為什麼我們會開始去做 這些很倒的步道的串聯 我們想要拿到什麼目的 想要跟社會做什麼對話 這下禮拜才會講 就是千里步道的介紹 我們下禮拜會跟大家介紹 那今天主要是先做課程說明 就讓大家了解 我們接下來大概要 進行的方式 然後呢 這個進行的內容 也希望跟大家互相認識 雖然那個 原來社大有跟我們講說 第一週因為加退選的關係 同學還沒有完全確認這樣 所以 但是我還是想說今天可以先了解一下 大家對這個課程的期待 好 那在正式自我介紹 稍微介紹一下步道學的課程體系 然後讓大家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開始發展步道學這個體系 是大概從2012年開始的 那時候2012年有一個現象 當然不是2012年才有 這樣現在在台灣已經二十幾年了 然後那在一二年的時候 我們發動了一個運動叫做 天然步道零損失 水泥步道零成長 然後 提出這樣的一個倡議之後呢 馬上就會面臨一個問題是什麼 到底哪裡有水泥步道 哪裡有天然步道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跟政府部門討論說 這裡不要再損失 那裡不要再增加 具體的那些步道到底在哪裡 然後問題是什麼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我們只是提了一個這樣的概念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等我們下下禮拜的時候會講 就是過去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然後大家常常看到的步道 我們會下下禮拜的課程呢 會給大家看一大堆的 跟步道有關的照片跟新聞 然後我們會一個一個討論這樣 那時候就是看到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步道呢 它深入自然 可是把人的很多的在城市裡面的習慣 帶到自然裡面去 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 我們要改變自然到什麼程度 那什麼程度是適合的 這件事情呢 我們下下禮拜會討論 那時候就是看到 其實就是不分什麼樣的原始的環境 還是什麼樣 到處都是在做水泥步道 所以就發起了這樣的一個運動 那發起這個運動之後呢 這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在做制度上的改變 制度結構的改變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公民的參與 這些細節我不講 這個下下禮拜 好 那所以為了要了解 哪裡有水泥步道 哪裡有天然步道呢 我們就開始做第一次的志工訓練 那時候的志工訓練 還沒有成為一個學問 最早最早做志工訓練 叫做公民科學家的計畫 我們就以我們幫助所在 比較近的地方 大台北兩個 就新北台北的地方 我們招募志工來上課 教大家做負面調查 好 那 那時候負面調查 其實任務非常的清楚簡單 就是大家要帶著GPS 帶著相機 然後呢 還有我們的紀錄表 好 然後到去走 就是政府部門列管的步道 我們拿到軌跡 然後給每一個志工 他們就任養他們假日想要去走的步道 好 那差別只是說他假日去走步道之外 他還多了一個任務就是 他只要看到鋪面一變化 他就會開始拍照 標記點位 然後呢 登記他的類型 然後再繼續走 他只要看到鋪面一變化 又再繼續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他們順便再記錄一下周邊 看到的一些東西這樣 然後 這個後來就形成了一個大數據 在一二年的時候 我還沒有那麼 沒有現在這種概念說 這個我收集了很多數據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好 那所以那時候我們的嘗試呢 就是 好 就是讓大家分組任養 然後下載路線 然後我們把步道的鋪面 分成了這幾種 你突然發現路線很小 下次 你們要坐前面一點 呵呵 不然的話 這個螢幕好小喔 好 這上面呢 我們基本上就把步道類型 分成水泥步道跟飛水泥步道 然後飛水泥步道呢 再分成它是自然鋪面 還是人工鋪面 人工鋪面 我們又分成 階梯的部分 石階木階 石材碎石 木屑枕 木森道 其他人造物 好 然後 就回來做分析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是調查 這是大家看到的這個 調查的狀況 然後 調查了兩年喔 這一群 這六十幾個志工 走了四百六十公里 把大台北的步道 而且有些步道不只走一次 因為那個 常常發生什麼 走完回來 結果資料也收到 因為一開始還不會用GPS 或者是說 結果 在討論的時候 發現說 他露拍了什麼照片 用回去補 所以那個其實四百六十公里 是走的不只一遍 最後呢 終於把這個 成果做出來 就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 台北市 我們直接看 先不講成果 先講他們看到些什麼東西 其實從志工參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種可能性 那個 除了那些負面的 我們發現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像 比如說這個 這樣的步道 這個 因為其實我對台南不熟 所以大家隨時 因為我看你們 很多人應該是常在爬山的 所以你們可以隨時回饋我 你們這裡還有什麼 類似的 或者是比這更誇張的 都可以 這個 這個 很像剛剛那個章魚腳有沒有 那你們猜 這是要做什麼 這樣做好不好 台南或者是南部 有沒有類似這樣子的步道 沒有 沒有 那你們猜 做這樣要做什麼 你們有看過這樣的做法嗎 有 那他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隨便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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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膩 你膩 很好 對 那他做了這個之後 是要讓人家怎樣 跳過去 對不對 但是通常會怎麼樣 你說走 你說走旁邊 就好天氣的時候 當然不會走 壞天氣的時候 其實你走在那上面也蠻滑 就是如果你要用跳過去的話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有點神奇的設計 好我們知道中部有清淨農場 然後有很多 各種各樣的維建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都會區的礁山附近 也有很多 大台南或是南部有沒有這樣的地方 沒那麼密集 沒那麼密集 比較分散一點 對不對 在哪些地方有 你們走過的步道 哪些地方 沒有 沒有 好就是 很多次有種菜 或者是什麼 其實台中也很多 好 然後 那 這個我相信別的地方都沒有 你幫我關一個燈 欸 怎樣 你們怎麼知道在哪裡啊 溫泉區 你們有去過 去泡過 好 有 這個很厲害 我以為你們不會看過這個東西 因為現在也看不到 再關一個 好 OK 就是步道上有分 男生走一邊 女生走一邊 後來因為那個 志工調查出來之後 我們有把這個成果做一些公布 後來台北市政府有去拆除維建 就是因為這其實是維靶 把那個步道攔起來 裡面其實是溫泉 然後呢 這個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 你猜猜看裡面是什麼 你猜猜看裡面是什麼 不是欸 你們這裡的東西會搭這樣子 但是這樣看不進去啊 通常不是搭一個棚子 你還是看得到愛燦 這個是完全看不到裡面 浴室 不是 廁所 不是 你看那個人跟東西的比例 那個都很高很大 你看 廁所 不是廁所嗎 不是廁所嗎 你剛剛說什麼 倉庫 倉庫 不是 不是 車庫也是有可能 但是那個地方車子上不去 車子上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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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線索在前面的那一個平台 真的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 有畫線西 那是羽毛球場 這個裡面 就是下雨的時候的的羽毛球場 而且那個幾乎是標準 就是國際比賽標準的很大小 高度還蠻夠高 因為他們其實是下去一個平台 那是在下面那個平台 是圓山嗎 圓山 圓山 你說的是劍檀山那邊 那邊很多 但是沒有大家黃著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在仙基岩 仙基岩 然後 反正很多啦 就是除了看鋪面 志工也看各種 你其實你看山 你可以看到人跟自然關係 很多很奇怪的呈現 我們對自然的想像 其實折射在這一些人造物上面 那當然大家也會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就是 一整數的聖誕樹 就是布條飛揚 可是其實路很清楚對不對 好 然後 那我們志工也拍到這個 這個 有啊 在哪裡 大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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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鋼山講高雄的意思 也是那種輪胎 也是那種輪胎 沒有這麼長 沒有這麼長 是有在猜 OK 好 這個是 全部都是green juice 很貴 很貴喔 然後結果 有趣的是 後來政府部門在旁邊加奶乾 好 這個是 好 那 其實呢 他們調查到那個鋪面調查的結果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那個GPS 可視化的結果 大概數據是這樣 呃 水泥步道大概有百分之 就台北市的部分百分之七十五 好 然後天然步道的部分不到百分之十 其他就是各種材料 好 然後 新北市呢 有百分之三十三是水泥步道 百分之三十是天然步道 好 然後其他的材質也很多 好 然後形成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後來就去跟 就跟政府你就很具體的東西 可以去討論 好 那 所以後來就有去影響到政策 然後 就是也讓現在工部門的概念呢 開始去意識到說 也讓社會大眾了解到 其實我們生活中的水泥步道已經太多了 然後 那天然步道其實是非常稀有的 那如果從兼顧多元的需求來說的話 某一種需求是在被壓縮 就是對於比較相對比較自然環境的那種 它其實在不斷的被壓縮 特別是在都會區的近郊 那 那 所以後來我們 在做這些志工培訓的過程中 慢慢大家也知道 我們千年步道協會有在做手作步道 手作步道呢 在要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平常從媒體或者是從各種角度 或是你猜測手作步道大概是怎麼樣 我們就會發現說大家一般上會覺得 好像其實你只要熱心或操作過一兩次 其實你就出師了 就是可以去做了 所以 我們後來就想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專業體系 但是這個專業體系是要打破原來 把那個人切割成只會一種東西的這種專業體系 要把人做為全人 因為步道剛好是一個什麼 步道剛好是一個可以反應這一些 跨領域的學科 綜合展現在這個步道上的東西 然後如果我們要在步道上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有了解工程 過去其實有很長一段時間學校的訓練 所以為什麼這個科要開在社區大學 就是它其實是希望強調跨科技 然後它不是某一種專業領域很專門 比如說像現在做步道的科系 大家知道 其實並沒有哪個科系專門訓練出來是會做步道的 但是有很多祭師都可以做步道 什麼祭師大家猜猜看 你會發現所有的祭師都可以做步道 那個水堡祭師也可以 建築師也可以 然後所以各種祭師他們都可以來做步道 但是有一個科系 比較接近的叫景觀系 園藝景觀系 他們會做比較多跟這個戶外的生態有關的工程的 在學校訓練是這樣 他們在學校也有上一些跟生態有關的知識 植物啊動物啊這些 但是呢 他們沒有祭師身份 所以他們常被工程排擠 就是他們不能做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在建立步道學的時候 就是希望打破這種專業的分科 接下來我們在入門科 會讓大家看到步道如何的跟這些事情有關 所以我們從打破分科重新建立跨領域 用步道的角度 所以就是 課程設計裡面會有跟自然有關的 跟工程有關的 跟人文有關的 跟社會科學有關的 這個 你會發現步道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素材 就是它可以跨領域 它可以重新的去思考人跟自然的關係 好 那這邊的師資 不是我們這一次的師資啊 我只要強調一下這個 它的課程內容 大致上入門課 會有分成概論的部分4小時 跟課題探討的部分14小時 那我們在台北跟台中跟台南開的時候 有幾堂課是會換老師的 就是那個 跟自然生態歷史人文7D 這幾個是會換老師的 然後我們戶外的實際的走讀跟實作 也是會以當地的場域為主 為什麼那幾個要換老師呢 因為當地的人會對這件事情比較清楚 好 所以 大概接下來大家會上個課 在入門課的部分是這樣 好 入門課上完 通常就是有一些人會對 就像我剛剛說的 覺得事情變得更複雜了 然後不知道的事情變更多了 所以想要再了解 那時候我們會 就是在一個地方 我們如果開了好幾期的入門課 累積了足夠的學員之後 我們會在那個地方繼續開實務課 那實務課的部分 上法就不是在聽我們講 是學員就要來報告 就是我們 我們講什麼樣的工具 他就要去選一條步道去做任養 這個任養就是說 他拿這個步道來做 我們所教的這些工具的作業 然後最後要形成一個步道的規劃 然後調查規劃 就是可以結束 就是表示他可以結業 所以這是實務課的部分 那當然我們還有第三階的課 就是那個是到了 最近我們五年才會開一次第三階的課 就是要看那個每一階累積到什麼程度 所以大概就是我們自己 從民間社團的角度 然後建立了一個 希望能夠重新建立一個專業 然後呢 能夠建立一個人才資料庫 這一些我們希望上完這些課的人 或是要了解真正完整 能夠了解步道學的 他會具有這五個能力 這五個能力 我們都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是步道環境觀察 他能夠從地理文史生態石頭 有習慣的面向收集資料實力調查 然後第二個是步道課題的分析 你可以運用那些基礎資料分析狀況 第三個是解決方案的規劃 第四個是步道程度實踐 第五個是環境裡面宣打 那這次已經是完人的階段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這五項能力裡面 其實在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的課程 他要上的課程都會不一樣 那我們完整的步道學 其實他的課程的新制圖是這樣 有分成核心課程 通識課程跟外部課程 核心課程呢 是除了工法之外 還有就是people's gear 然後通識課程有保育智能跟政策規法 外部課程爆發生態旅遊急救野外的求生 或者是這個無痕山林 那些都是屬於外部有開課 然後就大家去上這樣 所以大概這是完整的課程體系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現在是入門課 所以大家不用就完全放輕鬆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建立這樣完整的步道學的課程體系呢 他在入門課的部分是希望做更多的規劃 越多人來參加越好 然後大家也不用有壓力說 我回去就要成為一個超人 其實就只要變成是一個快樂的志工就好了 就快樂就好了 快樂的學習這樣 所以你看上完入門課之後 就是一個快樂的志工對不對 好那如果上完入門課之後 這個當然是你們之後才會做決定 就是自己覺得很有興趣 想要再往上一層樓的呢 上完食物課被認為五項能力具備一項的 會成為步道總指師資 然後還有實習 實習階段的課程跟實術 那逐步的會變成實習步道師 步道師 自身步道師 這樣 那目前呢 我們自身步道師有三個 就是訓練所有步道學的這些自身步道師 然後步道師有七個 實習步道師有四十個 好 好 那 其實後面這個 這個成果就是 那個前面的十五席課的階段 那些學員他們認養的作業 實際上 真的去影響地方政府發出發生的改變 這是其中一個作業 就是先進演的步道 好 那台中的部分呢 也持續的在發展 所以大概我先舉台北的案例 那台中的部分 台中的部分是 去年 前這幾年他們上課的狀況 還有他們做了大台中的步道的調查 然後也去認養了一條 不只一條 兩條步道 然後實際上去把它做出成果來 好 那所以大概呢 步道學對於我們千里步道的意義來說 或是他課程的設計體系大概是這樣 那在台南的特殊性是什麼 我們下禮拜會比較詳細的介紹千里步道 現在在推動的國家級律道計畫 那這國家級律道計畫裡面 其中有一條就在台南 就是三海郡國家級律道 那三海郡國家級律道其實是 台南社大 台江分校那邊開始發展出來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 這個課程會 要跟台南社大做結合 然後實作通通 總讀跟實作全部都是發生在 三海郡國家級律道 有關係 所以我們其中課程的一個安排 有請到發起這個國家級律道的 發起的吳茂成老師來講 那可能在做應該有很多人認識他了 沒有嗎 我以為是 OK 好 所以你們大概知道那個 我們接下來要上課程的內容 換師資這些大家都在課程網頁上看過對不對 不用再跟大家講 那前面幾週為我來負責 今天課程說明下個禮拜介紹 今天也不知道這個協會 還有遇到這件事情的概念 然後下下禮拜我會跟大家介紹 然後步道的迷思 就李森的首錄 還有就是步道直攻 接下來就會是其他的老師 然後最後我會再跟大家 在實際上做手作步道的介紹 好 這大概是課程的安排 那大家都有看過課程網頁 所以就會知道說 我們是 要上哪些內容 然後有哪些課程要求對不對 好 這個我就先不贅述 但是我現在想說 在大家了解了我們課程安排之後 想要回過頭來了解大家 就是你們為什麼會來 想要從這個課裡面知道些什麼東西 讓我們可以看怎麼把它安排進去 或者是搞不好 你們想知道的東西 我們就在那個部分多講一點 原來就會講得多講一點這樣 好 那 那個 我介紹了我自己之後 我們有一個助教 文靜 大家好 他會再負責前兩個禮拜 對不對 然後後面 其他禮拜會是有另外一位助教 等到他出現的時候再介紹他 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們是台中文山社大 就是上完步道學入門課 然後也上完食物課 然後現在在實習階段 從台中過來支援台南的這邊的課程的進行 我們通常會稱這樣的角色叫客戶小天使 所以他就是用一種的 所有事情都可以問他 包括各種疑難雜症 你如果之前哪裡聽不懂 上課都可以問 如果私下也可以問他 交作業的問題 集合時間的問題 所以每個禮拜 我們的客戶小天使 都會發email給大家 好我要確認一下那個 昨天我有發了一個 次發了一個系統的email 有修課的同學應該會收得到 有沒有沒收到 就是已經報名選修這個課 可是沒有收到系統信的 有沒有 你們有在名單上 我有 但是你們沒有留email 有兩個 沒有email 是你們平常沒有用email嗎 對 OK 那也許我們待會也可以建立 你們有live 有 那也許那個 我們可以考慮增加一個 live群組 然後大家可以即時的聯絡 這樣比email更快 也可以見步 可能平常收不到email 好 但是這個live才處理 好 那 所以 除了這個客戶小天使 他每個禮拜 會提醒大家之外 再來就是他會 會整大家的問題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 大家有看我們的課程要求嗎 就是這個是一個 台南社區大學 他們支持的課程 所以其實學費很便宜 只有一點點小小微博的要求 就是有保證金 對不對 保證金是只要大家 符合那一些 就是要求就可以退還的 這樣 所以就是那個要求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各種網頁 好 那 我們這個引言呢 就先講到這裡 接下來想要是 請大家來 那個 介紹一下自己 為什麼會想要修這個課 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 從哪裡開始 從 從 那邊開始 好 好 OK 那你可能走到前面來 還有那個麥克風 來 大家好 我叫房地醫師 正方型的房地醫師的醫 然後思路的思路 對 然後我想修這輪課是因為 我平常有的時候 如果我有 中文有時間 會很喜歡出去戶外 然後我們怎麼動 然後因為我之前有看過 那個千里步道協會 我非常好奇 就是這個協會在做什麼 所以我就來報名上這堂課 好 對 想特別知道什麼 我當然是知道 就是千里步道協會 在做什麼 然後也很想要知道 就是關於就是手作步道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 就只有手作步道 這樣子的 概念 概念 對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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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建智 我以前有參加過一次 那個許老師的那個 手作步道在那個藤志 所以這次看到剛好有機會 在台南有開課 就 他說剛好有成績 我就不來秀這樣 好 這有一次喔 我覺得你很熟 我還沒見過很多次 然後那個 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那個 建立步道好像有一些 跟那個糖鐵有關的那個活動 跟那個 因為我自己對台南周遭的 也有興趣 可是我都是只能自己一個人摸索 所以說未來如果這方面 如果有辦法 可以多選一些 對對對 好 我叫文婷 文章的文 然後也自唐的婷 然後 我會來參加手作步道課 是因為 其實我之前也有參加過 進行步道課 但是是小旅程 不是小旅程 小旅程 之前是 但在方圓的 到西里的 我覺得蠻有 對 但是後來 因為我家的台東 回台東之後 就 這個一切活動都有點太了解 對對對 然後 我比較想要了解的是 就是 比如就是走在步道裡面的時候 怎樣子的 做法才是真的 就是手作步道在做的時候 是怎樣進行 然後 更天靜當地的生態 是怎樣判斷 這樣子 謝謝 好 所以 感覺這個問題 是今天更好 可以講 那大家好 我叫侯佩文 我是從高雄來上課 那之前就有參加過 千里步道的活動 對 也是第一場 也是去成資 對 然後最近開放 那來這邊上課 開放還沒有去過 開放還沒有去過 好 你們沒有看到網路上 大家可以 考慮的好評 好 OK 那來這邊上課 就是純粹來學習這樣 對 謝謝 我發現大家自我家都沒有講 自己平常的配文身份 就這樣 就這樣 比如說配文是高雄第一社大 他也是社區大學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金文 就是常識的質問 然後我本身就是 南大生態系的 要升三年級 對 然後所以說 因為平常就是 在學校有接觸 USR的計畫 就是社區實踐 然後所以說就是 因為其實步道其實 算是我們跟自然的一個連結 因為我們通常是透過步道 然後去認識自然的環境 所以就是想要了解開看 對 然後一開始是疫情 就是推薦我來上課 嗯 妳現在是來個在學學生嗎 對 還是在學 妳有報名嗎 還沒有 所以我現在沒有辦法 好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第一集 因為剛好有新菜 所以就很像在一起 所以就名字蠻好記得的 我們都在一起 還有主題群這樣子 對 那我目前就是在台南大學 有些計畫 那剛好 所以我其實跟 應該是比較熟悉 上海鎮綠道的一些 那也有跟著徐老師去做過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東西口的一部分 然後才知道 就是說 步道真的有很多學問 但是我其實還沒有 沒有去認識他 可以體會他 所以很希望就是透過課程 能夠多了解 究竟他的聖報在哪裡 這樣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陳鮮佑 曾鮮佑 曾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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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曾鮮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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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以前是在大學跟研究所 都在三鮮 然後因為附近 就像我們想說那裡 步道也是很多 那時候也不了解什麼 步道的一些運動 就是自己純粹喜歡走走掉 然後我來回去就見證 知道整個協會 只是說 協會的部分大部分都在中西部 然後我是男主人 所以就 就是點多關注 然後最次男主人就來參加 謝謝 所以是回鄉工作 對 好棒 大家好 那今天 我是常聽者 因為 我記錯我的課程 你記錯了 現在我一個月了 等下十月份才拍課 然後 如果再要給你指揮一下 步道 來指揮一下 因為我在上個月 我看到那個 Youtube上面的 有一些介紹步道師的 有一些介紹步道師的 所以 就想要 聽聽看 就這樣 謝謝 謝謝 美容 老師各位經學 我剛走進來五分鐘 然後老師就說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真的 不用17點半還進來 結果什麼也沒聽到 不會不會 後面後面 後面 我有看到我的臉 我是從北部退休之後才把回來台南 然後回來台南之後呢 我就覺得說要認識台南應該要先從 我們安挺認識期 所以後來我就 報名台交國家公園的解說之中 我在那邊學到很多 以前離開台南的時候啊 非常得真正不瞭解 所以後來我在那邊也認識吳茂城老師 台交國家公園教我好多 我從那個歷史啊地理啊 重新學期 以前真的 一無所知 那吳茂城老師他 在社大有開那個 行路見學 就是到台南的一些 古老的行業啊 下面可能做叉咖蜜啊 還是做起跑啊 一些比較沒落的行業啊 他就帶著我們去採訪 然後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有出版了一本叫做《土道》 那《土道》他印出來之後 很多人都說 是道士一定錯嗎 因為我們寫的是橫的嗎 橫的寫 土道還是道面 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啊 原來他的意思就是在地的文化嘛 我想他的意思應該是 土是當地的在地 其實我不知道 我的興趣就是喜歡走 我有報名十一月份去那個熊野古道 那因為我在網路上有看到說 那個西班牙的舞蹈跟熊野古道 是全世界為二的世界遺產的建型舞蹈 所以我就報名了 只有五天啦 然後他說走完熊野古道 結果我一走進來看他沒來 只有我來 所以知道 我沒聽到也不曉得該發明 不過你沒有擔心 我先講 我會講什麼 還會再看時間決定 還要怎麼 那如果這個是跟記證的那個希望寫會是一樣的 我就跟人家在講 我們是先理會到其實 希望基金會是記證的一次的 對 記在兩邊也是我們的發情 對 我有參加過台江夜行 那就是貓子的發情 對 就是他戴著我們 我覺得半夜做我覺得快累死了 然後睡在那個小學教室 全部都躺在地上 就是這個 不過我覺得步道是蠻好的 剛剛我聽我旁邊那個同學 他講說除了走路之外 好像還要加入那個去修整步道 對 好 所以更有意義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不會 其實就是透過大家這樣講 我們待會兒就知道之後 我還要給大家看些什麼東西 這樣會比較 因為我不瞭解大家現在知道的各自的狀況 或有興趣的東西 好 大家一定覺得要這樣就在這邊 我們先怎麼這邊可以 好 你們這邊玩的時候再換個別人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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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課本沒有這樣發生過 可能差一個月 我是台獸科學人員 我是很喜歡本 所以我本業找到8、8、6支 當兵的時候是陣戰還是特戰 兩種都有過 所以我現在還是會拿竹筒 買了服藝衝買一塊地 不容易 所以控制中 服藍衝 服藍衝 好往前打 不時鐘 不時鐘 直鐘打到現在 要看 玩完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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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麗珍 那步道 剛開始我也想說什麼是步道 平常我們走山走林 走的是不是就是說的步道 那因為步道就老實說的 有很多種形態 有人工有天然的 那我其實也不太常走啦 可是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我們打擾到山林的時候 我們腳踩的樹根 我們是不是會破壞到它 我們要怎麼樣建立一個 就是和善的一個環境 彼此互助 所以說我也想說的了解看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武燕輝 燕是那個顏色的眼頭半邊 灰是光灰的灰 我還沒有報名 我是朋友傳資料給我看到的 啊 千里步道我很早以前 在網路上其實都在 都知道 這次發現說來台南 開的很難得就蠻好來這樣 我自己平常也喜歡爬山走步道 那就是覺得說 步道的人會很重要 其實我之前我來台南 大概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個 大洞山的步道 那個石頭都蠻大的 走完腳底都很痛 所以我很好想知道 怎麼樣可以把步道都走得給人 老師各位同學 老師各位同學完 其實我會 我家娘會去 恩惠都被虛惹的去 然後我會來參加是因為 我前一陣子看到一天報榜 就是大概三百軍的報榜 然後我就心心想說 怎麼那麼厲害 可以從台江做一趟步道 走到玉山去 然後想說這是怎麼做到 結果後來在報名的時候 其實我也先沒看到這個課程 我是看另外一個課程 因為它太遙遠了 在大城府中那麼遠 所以後來看到這個的時候 發現那個介紹 完全跟那邊報道是吻合的 所以我就幫你了 所以你說我希望你學到什麼 其實沒有太大的想法 因為我喜歡在外面發呆 好 大家好 我叫劉徐山 然後我記得我以前看過一部電影 那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勞伯瑞福跟那個尼克洛頓 他演的別根山過不去 我看那部片子覺得 哇好有趣味喔 就是一個國家 它有一個阿帕契山徑 它有三千公里這樣 那你可以把那個商膽從一端走 可能要走 應該要走一兩個月 那這兩個人 我後來才知道那部電影 那個是勞伯瑞福 因為蠻想看電影 勞伯瑞福導演的 那他最早是要找他 以前那個虎報小報的那個搭檔 就是 那叫什麼 保羅劉曼 本來要找他20080的時候 可是保羅劉曼後來就掛掉了 他過了五年後才找那個 尼克洛 我覺得那個假設也好 因為他們兩個剛好是一個 那個 那個 個性非常非常相反的 所以在裡面就有很多機會 所以 各位假如有興趣去找那部電影來看 會覺得很有趣味 我覺得哇千里步道了 那個願景好大 我覺得哇台灣只好會有一個 可以環島 因為我們中央山脈 台灣地形很特殊 中央山脈那麼雄壯 我想他的變化 比美國那個阿巴基 當然 那個 那個 景觀很不太遠 因為他比較卑微 可是台灣有 台灣的特色 山都很高 三千多公司的高山 有兩百多座 那假如我們台灣有一個 哇千里步道 然後可以環島 然後變成 每個台灣 就像環島腳踏車那樣子的一個 好 就每個台灣人 他DNA裡面可能就要走 他曾經一個走一個千里步 然後我覺得 哇這樣的願景實在太美好了 那我本身有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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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化學保護協會 然後我們都有個自然名 那我自然名 我們都叫自然 我自然名叫台灣山 然後我們 解說的區域結束以後 都會楞陽定觀點 就每個月會一個定觀點去做一個自然觀察 那我們兩個定觀點是在比較屬於山區的 一個是坎諾山 那個175線道 線公廟那裡有坎諾山 大概一個半小時就走完了 那另外一個是在茂林 他會比較偏向有步道要走 那我想了解一下說 那我們走的時候 有些步道 有些走的話 那個 腳要踩的那個環境不是很好 那我想了解說 欸 假如是 步道協會 有些 步道可以變成學問的話 那 假如我可以了解的話 我兩個定觀點 或許也可以 有些力量可以去改善他步道的一個 行走的一個舒適度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老師 大家好 我先來 還是 我先強調一下 我是男生 因為我 我這個名字 常常人家寄信給我 多謝 還是理想要介紹 我是 柳先生介紹 第一次來參加 舌大課 今天 有沒有接觸過 舌大課 其實 最大會來 想要聽這個是 因為不知道是上禮拜 還是上上禮拜 蘋果有一天專訪 就是徐老師的專訪 其實徐老師的專訪 就跟 柳先生講的 他的願景是很大 因為老師 在對台灣的山林付出非常多 去水泥化 水泥化化 那個千里 甚至這個步道可以維持百年千里 這是我們的這個千里步道一個很大的願景 今天我們 在山林裡面 我們走過 留下太多痕跡 盡量是減少它 今天我們也都是很喜歡愛山 愛自然的 這個是我們大家 應該在這邊可以學到很多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慶華 慶祝了慶松華的王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社大的老師 所以 然後 然後我是今天早上 就是從一個老師的臉書上 工卓君老師的臉書上 看到這個課程分享 那因為我的課是 六個禮拜以後才要開課 所以我現在有點困難 不論是那個 沒有 那我現在希望我的課可以開不成 我就可以上 來上這個課 那因為 我自己 就是也喜歡走路 然後也 也有在 雖然是有在爬山 但是是非常肉角級的 那然後 所以我其實就是 關注這個千里步道的訊息 已經很久 但是因為以前 開課都在北部 但是對南部人來說才太困難 對 所以 所以早上看 吳老師那個訊息分享 我說哇太好了 然後反正我至少 可以先上前面 六個禮拜的課這樣 然後 那我自己 比較 對於這個步道的 我自己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 平常 我的本科是學文學 那比較關注一些 性別的議題 所以我在爬山 或是走步道的這個經驗裡面 我其實最 所以我常會覺得說 在做步道的人 其實都沒有性別意識 你就會 因為那些跨步 或是那種距離 其實大部分都是以男性的 平均來說 相對來說是以男性的身高 或者是跨步 或體能的那種條件去設計的 對 所以我每次想說 你要是我來做一個 然後我知道 現在有所謂女性步道師 對 他們想說 如果是帶有性別的意識 來做這個步道 其實會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相對來說 女性在台灣的 就是在台灣的這種自然 戶案活動裡面 女性的那種 就是為女性設計的 的東西 的設備 或者是東西 其實相對來說是比較少 所以我每次都覺得 我走了 就是非常的辛苦 可是我男 我旁邊的男生的夥伴 都就會覺得 欸你很弱這樣 你很遜卡 可是我就覺得 欸這個其實可能是 性別差異的一種 所以這個是 我自己來上這課 會想要觀察或是了解 謝謝 孫姐 有看到我事業主導的 對 對 OK 那個 看過我比較少 大家好 我叫蘇柏文 我是在藍課工作 就是給你過來 然後 我自己 來上這藍課 就是兩個原因 所以一個是 攀刀剪接 就是 舞蹈也沒人 沒人叫我 沒人上 第二個是我自己 也蠻喜歡怕山 有時候會 飛著帳篷 然後就去山里 碎碎碎碎 所以也不走山腳底 然後也不去 山里碎碎碎 對啊 我覺得 舞蹈 它說自然還是不自然 其實很難說 我覺得 它引領人 如果舞蹈修得好 就帶領人 走向山里 清淨自然 可是 人越多 就 就污染衛生紙 染色 然後到處都是 對 我覺得 然後我也蠻希望 這藍課有這種 大家的意見 分享 來討論這些 這些 當然 最後是也想 從這藍課 看過 知道哪一種 就是我去的 舞蹈漂亮 回到我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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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晚安 我是陳立宇 然後 那個 倩理步道 這是第二次 遇到 倩理步道 第一次是在 那個 那個 心意常常他們有 整個環境狀態的下來 參加那個 鐵道活動 然後 我想知道 有倩理步道 這個 這個協會 存在 然後 是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 倩理步道 協會到底是在 做些什麼 他們的 理想 目標是在做什麼 因為所謂 往山林裡 裡面的步道的話 步道也是 人走出來的 那跟人之間的關係 又是怎樣的 然後為什麼 那步道 我們 都是步道是人走出來 可是 他的需求 因為人的需求 所以我們 會有一些 額外的 像帳篷 椅子啊 慢慢多去的增加 那 各位不行 對這個步道 這個生 自然生態的影響 又關係又如何 想要再來 理想 大家好 我叫林秀 我退休的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我想說千里步道 我是想要來了解 台北市有哪些步道 讓我能夠出去走一走 結果很像是 還有自己開肯的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我要報名的時候 我有問社大 的那個工作人員 那工作人員一直跟我說 這個在北部喔 很像自己在那邊 在那邊開肱子 在那邊除草 哈哈哈哈 我說啊 還不除草喔 他說聽說是這樣 他說說 你先報名啊 上課來看看 哎 如果你如果說 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話 你再退學這樣就好 我現在就是 想說來 也因為我最主要目的 是要來了解 台南周遭有哪些 因為我比較喜歡走古道 走古道 或是說走那一種 因為我喜歡觀察植物 所以我希望說 藉著一面走 一面怎樣 歇賞植物這樣子 我的目的就是比較簡單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姆幸衛 安靜的建成結合村 真抱歉 我真的 這門課程真的是不了解 我真正就是要好奇 好奇來上課這樣子 我希望說 或許你講的一個道理 將來可能會進行治國修帝 我也真的想出結論 大家好 我是陳國異 然後我是陳大畢 我輩子也是讀水運動產 所以跟這個步道修復 可能都過多有些關係 那這也是我本身想要來了解 就是對步道的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上海區比較特別 是因為那個跨過台江 對 然後台江它不是我們傳統山路 所以我想知道說 在面對這種失地 或者在面對這種 過去有台江淤基的這樣 會忘記 我們的步道協會 什麼樣的方法來做出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本身也是做藝術創作 是因為董老師的訊息 所以來參加 對對對 他對於山海郡的這個當初 這國家體步道當初的 這個擬定的這個過程 想要多了解一下這個面對 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不過我可憐 剛才會說內衣 為什麼會參加這個步道學 有第一個題目就是 我剛才在八山 想說可憐就是 我只八山而已 不知道要如何正確的走路 例如說上山啊下山啊 或者是對山的歷史 來源啊 或者是一些花花操場的研究 可能就是有這個幸福 所以我們來參加這個步道學 另外那個原因 因為我幾次我太想要 有可能 酒湯啦 打開的時間很多 以後有人在接 我就一人說 我要來太誇張 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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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你 沒有 那個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不然你再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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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個 從剛剛大家的分享 我就想說我們可以 在這個階段呢 有一些東西可以 跟大家先初步的聊一下 那個 那個 關於台南有哪一些步道呢 我可以推薦 健行筆記這個網站 因為我自己其實真 我說真的 我對台南不喜歡 我們再講一次 好不好 啊 但是呢 後面幾個老師 台南在地的老師 應該是可以提供給很多 資料方面的介紹 那 呃 其實 步道不一定是 我剛剛 聽大家聊了一些 我們大概知道說 可能大家想像的 因為手作步道這個形象 所以大家可能對於 步道想像都是在比較 山區 山林裡面的 那 呃 其實 我們為什麼會說 我們在現在在推動 是一個國家路道 然後 這國家路道裡面 其實是 呃 包含各種各樣的路 路的狀況 好 那所以我想 在這個地方呢 先講一下 國際上的 一些綠道的想法 先 我們先把那個 步道 或綠道的價值 這個想像 把它先再 打開一點 好 就是可以有哪一些東西 好玩 然後都是國際上的事情 有些人剛剛有提到 的案例 比方說 像那個 朝聖之路 雄雲湖道 或是阿巴拉基山頸 這陸續呢 在我們 後面都會提到 那為什麼 我們會談這些地方 呃 我先講 那個 九個 國際上的 好玩的東西 都跟現行空間有關 就是這些現行空間 他們可以 呃 他在 國外的歷史脈絡 文化 所發展出來的 這些有趣的東西 好 第一個 第一個有趣的東西 呃 叫做通勤權 那 你會想說 唉 步道 跟通勤權有什麼關係 最近 我們不是常常那個 登山界 最近 講登山自由 這件事情 討論很多 對不對 那基本上 他其實有一個脈絡 就是 台灣以前是 戒嚴的時候 山跟海都不能隨便進去嘛 然後那 後來 解嚴之後呢 呃 取消了一些限制 然後 那當然還有一些 陸山管制還是在 那 呃 取消了一些限制 其實是 比如說 以後就不用向導啦 你就可以 你 就是沒有向導 你也可以幾個人 就去爬山 對不對 然後就可能變得比較自由一點 但是呢 當沒有 呃 向導 能夠去確保大家團隊的品質 或安全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會產生 呃 一些問題 對不對 那所以 後來就是因為有一些山難了 然後 那大家就開始 政府部門就開始怎樣 就封閉 對不對 最好不要去 去了以後我就要國陪啦 然後 收救不到 我也有責任啊 那所以 國家跟社會之間的這個 責任跟關係 應該到什麼程度 好 然後 那台灣其實 因為我覺得 解嚴之後這種 呃 大家應該 就是民主化 並沒有變成是 呃 大家 雖然感覺到自由 可是不是說 我自己對 我自己的行動能力 也要提升 我自己的責任 也要提升 這種 這種相對 你所取得的自由 你所應該有的責任 其實是相對的 那所以 現在開始討論 全部取消限制之後 到底會對山雲環境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剛剛也有一些 夥伴在討論這件事 對不對 就是山搭去 去的人多了 那造成的問題要怎麼辦 好 那 所以我想 第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剛好是最近 現在台灣人在討論的 自由這件事情 那我想從 通行自由這個概念 先開始談 為什麼綠道的第一個概念 要先從 通行權開始 因為如果沒有通行自由的話 就不會有後面的那些 可以討論的事 那通行權 這是一個從英國 開始的一個概念 它跟美國的概念不太一樣 我們講到那個步道的時候 想像的都是一個實體 就是不管你們現在腦子出現什麼畫面 是有樹還是沒有樹 然後是什麼樣的森林 還是海岸邊 實際上 最開始講的是 人可以進入到自然的這個權利 它是怎麼樣被爭取來的 在英國十八世紀的時候 就是其實它是隨著一些運動來的 就是 因為那個 貴族開始壟斷了一些莊園 然後變成讓一般人不能隨便進出 所以後來呢 那個時候因為工業革命 然後所以 那個很多人想要去到自然 因為平常在工廠實在是太壓迫了 所以想要去到自然去紓壓 所以就產生了一些通行權的抗爭 就是 這個通行權抗爭 其實影響英國跟歐洲 非常深遠的一個意義 就是漫遊的權利 人有漫遊的權利 就算進入私人的財產範圍內 如果這是一個通行已久的空間 比方說那時候英國他們在爭取 就是從古羅馬時代到現在的古道 那人都應該要可以進去 但是通行權利它會勢必面臨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通行權有邊界的 就是我可以走路 但是我不可以入民 差別是什麼 因為這是別人的私有財產權 所以我可以無害通過 但是我不可以 載人家 那我不可以去摘人家的水果 我通過的時候 我要尊重別人的財產權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從18世紀 英國或歐洲 其實發展了很多的過程 然後慢慢到現在 大家覺得說 其實所謂的步道 它就是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是大家可以穿越的空間 那個空間長什麼樣 其實都不一定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過英國 總共一些步道的話 它會區分的很明確 就是有所謂的 public pass 跟private pass 就是公共開放通行 然後它會有一個地圖告訴你 這些都是開放的步道 這樣 那所以它有一個權利義務 非常明顯的 那這個細節我不講 就是因為其實 通行權這件事情 它慢慢的在英國 還有在很多地方 眼見到比較近期的是 我們要不要考慮 行動不便的人 他親近自然的權利 那其實我 之前我們在台北開步道學的時候 有一個交通專家 叫胡大威老師 我會讓他們聽過 他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的道理 用來解釋通行權 在城市跟在山上 在自然環境裡面的差別 他說 在城市裡面走路 能夠安全的走路 是基本人權 在自然環境裡面 人要進去是特權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自然環境 其實不是只有人而已 就是它 它還有很多的生物 然後我們去到裡面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 進到自然環境的時候 會考慮怎麼樣 減少對自然的影響 這樣 但是在都市裡面呢 就要考慮到 不同的使用者需求 它都要能夠被兼顧 但是在中間出現了一個模糊的東西 就是 行動不便的人 進到自然環境的時候 那個無障礙環境 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所以這裡面其實會有一些 很有趣的討論 那我們現在千里護照協會呢 在談的通行權 或者是 這個人跟自然的關係 其實會大致上依循的 剛剛所說的那樣 就是 人在城市裡面是基本人權 所以我們要爭取 都市設計 或交通規劃裡面 重新回到以人為本 然後不要變是以車為本 這是通行權在城市的展現 但是在自然環境裡面呢 我們希望能夠減少人對自然所造成的影響 很多人其實不曉得我們 其實只要進到自然環境 本來就會對自然造成 程度不一的影響 今天剛剛有提到 我覺得 居然有人會想到這件事 就還沒上課之前 就想到我採的樹根 這件事情 一般以前很少人會 我好像很少聽到人 第一堂課就會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一般是會覺得說 我比較遇到多的狀況是說 我去爬山根本就不需要步道 我什麼路況都可以走 或者說我自己 為什麼一定要走在步道上 其實我可以自己開路啊 我其實現在哪一條路 不是能開出來的 確實是這樣 但是 那個 我們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在那個倫理 或者是說它的 它並不是一個標準答案 說可以還是不可以 像前兩天 台中步道學人才在問我說 網路上來討論說 在樹上釘指標 到底可以還不可以 這樣 然後我就說這問題很難說 是可以還不可以 要看 是什麼情況 對 所以 會很強調這種 在不同的情況下 步道其實有不同的標準 那我們在英國啊 就會發現說 我們想像的無障礙 其實也還是太狹隘了 以前在台灣 如果有看過屁股日報的報導 欸 等一下 那個報導後面沒提到啊 好 就是 我在 2002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那個我稍微講一下 我在講能進度自然這件事情 跟我自己個人的一些議題的 參與的故事好了 我開始去關心 步道的議題 大概是2002年 那個時候 就是 遇到很多大台北的步道啊 都在鋪水泥 原來什麼步道 土路 古道 什麼都會變成是水泥 花崗岩 然後 那時候我就開始採取了 很多的抗爭的行動 但是那抗爭是有趣的 包括他說 像在陽明山 在平鼎古郡那邊 有那個 有一個步道工程在進行 然後我們去阻止 或者是去跟他們討論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 當時告訴我的答案是說 因為那個安山岩 我其實講沒 這個等到你們之後就會了解 就是陽明山的岩石就是安山岩 限定取材的就是安山岩 它是火塵岩 然後它跟花崗岩一樣是火塵岩 但是它的字密就不一樣 好 那安山岩呢 長青苔會滑 所以他們就把它拿起來 然後換成水泥花崗岩的 然後 那我那時候的反應就是 那 長青苔就一定要換新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發起一個運動 叫刷青苔救苦道 我就就去刷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都很舒服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 一開始 我其實很喜歡剛剛是誰 我忘記 對 就是 所有的事情其實都會想到 我們在探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後面都會帶來的是行動 而不是說 可能我只是去了解而已 那 這個行動會導引出更多問題的探究跟行動 好 然後 另外一個有趣的故事是 就是 那時候 我想要買四輪傳動車 因為我是那種很喜歡去戶外的人 然後 我就想說 如果開著四輪傳動車的話 那個 很難去的地形 我都可以去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一直在注意汽車廣告 然後 結果 我看了一個廣告的時候 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福特的一個 廣告 Escope 你們有看過Escope廣告 但那個是一個尼加拉瓜大瀑布喔 有沒有看過 真的有 有 有看過 你有印象喔 那很久了沒 已經有二十年了 有了 而且那個廣告只播了一個月就被停播了 為什麼有這麼晚 因為 因為我看到那個廣告 它是一開始就是尼加拉瓜大瀑布很壯觀 然後結果呢 突然就一個車輪出現 然後就 車輪就變很大 然後車子就開過去 然後那個開車的人就 就是 一捧了一下 有沒有 那個旁邊就說 在這台車的車輪底下 尼加拉瓜大瀑布只是一個小水坑 然後從那個廣告之後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去了解樹坑的感覺 所以我才說 我就開始想說 那那輪胎底下的人 是什麼樣的世界 好 所以我就投了一篇投書 然後結果那個投書被 轉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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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去 然後就灌爆了 符字的信箱 灌爆了文字的信箱 然後結果他們就 搖 就停播 就 就 在那之後 我就 莫名其妙就開始走上了這一條 人跟自然關係的探究 然後那其中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要講到跟這有關 就是2004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 政府本來要做一個十大高山纜車 大家還記得這政策嗎 現在已經很多人不記得了 就是直接要坐纜車到玉山 到南湖大山 到雪山 到河外山 要一次做十條 然後呢 那時候我就覺得 啊 這樣子 是好事嗎 雖然我到瑞士 到法國 到日本 到很多國家 其實我都有去坐纜車去爬山 但是 那個 那個條件 情境跟 當時在講的那個狀況 我覺得是不太一樣 至少他們都沒有直接拉到山點 對不對 好 這是一件 再來就是 纜車通常都是作為一個 交通替代方案 對不對 就是他絕對不能夠讓人家 車子 開上去 所以你要層層轉 比如說像徹馬特 就是你要一直換各種交通工具 換到那裡 然後搭他的纜車上去 所以就有效的可以控制 人的流量 好 那 所以那時候 但是那時候像 我開始關心這個議題的時候 北投纜車的正義 還有後來那時候 他在蓋了貓風纜車 因為我是念政大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貓風纜車 如果 有做好地質專台 塔住的那個位置可以 對 而且減少 而且他可以讓 後山全部不能讓人家開車上去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德陣 結果後來沒有啦 大家就看到結果就是 好 那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發起了一個 反高山纜車大遊行 結果 但是大家知道 其實我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 所以我辦這些東西 都是要讓歡樂 好 比方說剛剛刷清灘 然後去反高山纜車大遊行的時候 就叫大家 帶鋼杯跟筷子 然後我們上去 只要要還可愛 大家就開始敲亮了 然後就很開心 好 然後那 結果 欸 就給當時的行政院 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後來他們就暫停了 就大家就現在就沒有在聽到這個事情 好 但是那時候 當時的政府 欸不是 他那時候經建會副主委 他就說 這一群人呢 都沒有 就好手好腳的人 都沒有考慮過 行動不便的人 要上高山的權利 然後所以我就 就覺得欸 對啊 後來這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解決 所以後來我就去拜訪了 殘障聯盟 伊甸 然後後來找到了台北市行官 推廣協會 然後 結果發現說 他們講 行動不便的人 他們說他們從家裡 家門口要到捷運站都過不去 還談什麼要上高山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 我那時候就把我們遊行的那個幾個NGO 大家集結起來說 好現在染車擋下來 接下來我們來做一個試 就是 每一個團體 因為那都是什麼蝶會鳥會 風野 桌桌爬嬌山 就是各種各樣的 五二三登山會 我說 大家想 在你平常會定關 會玩的那個路線 想一個 可以帶行動不便的人去 清清自然的路線 後來我們就連續一直辦 千手無外清清自然 就每個月就有帶行動不便的人去 但這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因為大家從來沒有從行動不便的人角度下 所以那時候 我們要做志工訓練 就是怎麼樣帶這個服務聲浪者是適切的 不會傷害到他們 然後也不會傷害到志工 還有就是要去試走那個路線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那時候開玩笑 就是台北市行為推廣協會的總幹事 他做而已 然後我們就把他推出去試這樣 然後什麼奇怪的定型 他都被我們推去試這樣 然後 就發現說 其實我們覺得很無障礙的地方 其實有一些小地方都存在著障礙 但是遇到那些障礙要怎麼克服 是不是一定是硬體 然後那什麼樣的硬體是事件 反正這時候我們就開始研究 就發現大家一般想到無障礙 都想的都是就是鋪水泥 然後坐鞋潑倒 其實台灣的建築法規 讓這件事情變得很好 很好玩 就是你會看到很多 其實根本就去不到的地方 也有無障礙設施 也有無障礙斜坡倒 其實根本不可能 有人能夠去到那裡 對不對 然後那變成說 大家都覺得想到無障礙 就一定是無障礙斜坡倒 然後那個斜坡倒都是後來附加上去的 所以呢 他就變成要繞很遠 那其實如果原本這個建築的設計 就是大家都可以通行 就你沒有想到要去設門檻的話 其實就不用寫不到 這件事情是 OK這個 好 但是後來我去英國 特別去看了他們的無障礙 發現英國其實呢 他們是靠非常多的服務系統 才做無障礙 而且不是所有地方都應該無障礙 他還是應該要有自然環境的前提 然後那 所以像我剛剛做Gipley 因為比方說他們其實 你剛剛看到碎石路面 他也寫了一個無障礙 為什麼 因為他們 我那時候去拜訪這個L1B 就是這個南部 英國南部有一個美麗風浪法的區域 他們是透過免費提供你租借戶外的這種大輪的電動物理 來解決這個問題 對 所以他不用把鋪面去做全部都水平化 他透過地圖的資訊告訴你說 某一段是坡度是一比多少 然後那超過那個就是一比多少 你自己去判斷 所以這一些東西呢 就我覺得是很不一樣 就是 在清淨自然的這件事情的權利 在不妨礙自然環境的前提之下 如何去讓大家都能夠很平等的 一起去清淨自然這個權利 那所以 通行權或者是 漫遊權利 漫遊權利其實在歐洲 還有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那個 採香菇跟採野梅子 就算是在私人土地上也是可以採 就是 集體跟個人在公共的這個 公共採的使用上面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很不一樣 那這個其實在講那個 無障礙的東西 我想 重點在講這個 就是 這個細節我就不解 這個我就先跳過 然後呢 第二概念 第一概念是通行權利 就是我們怎麼樣確定通行自由這件事 而通行自由是有相應的義務跟責任 有它的邊界 然後考慮到在層次跟在自然環境 然後大家都均等的機會 好 第二個概念 就是剛剛很多人提到的 古道 古道 過去大家想像都是一個具體的空間 可是我們怎麼把時間放到 古道上面 這個概念從文化路徑開始 當然其實古道 我們台灣比較熟悉的是古道的概念 古道如果從學術研究的定義來說的話 它是很嚴格的 它必須是 要完全的採在它原來的路線上 而且原來是提供人種 而且最嚴格的古道定義其實是 官方修竹跟工 就那個地位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關島 那其實說到關島 台南就不陌生了 對不對 台灣第一條古關島 就在台南 你們知道 為什麼你們那個表情 為什麼 有一本書就叫台灣第一條古關島 對對對 你說在哪裡是不是 就是台藝線 對啊 對啊 就是縱斷台藝線 以前從古城往北往南的那個路線 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其實很嚴格很嚴格 古道的話 差不多是這種意義 就算現在你看不到 它原來的線是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種古道的概念 那 我比較喜歡文化路徑的概念 因為文化路徑的概念 它的包容性是比較大 就是剛剛其實有人提到 所謂世界為惡的兩條 要去走熊野嘛對不對 兩條什麼呢 朝聖的文化路徑 這是UNESCO指定 那其實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1994年 在文化的 文化資產界的這個研討會上面 第一次提出來 現行空間 也是一種文化資產 我們 台南應該有很多文化資產 對不對 那大家應該提到 文化資產的時候 想像到的都是什麼 一個古蹟 一個看得到的點 然後就是點 對不對 那文資的發展 其實經過一些變化 1994年開始有線的概念 然後後來有什麼 有面的概念 就是聚落 然後後來有什麼 有場所精神 有那種整體的那種 這個非常的很難解釋 這個要解釋 就是他其實 在文資的本身 有經過非常多的變化 那其中這個現行的空間的變化 是西班牙朝聖之路 帶給大家對於文化資產 保存的一個靈感 就是 這個 這一條為了去天主教的聖地 聖地亞古 聖地亞古 聖雅各 這個聖人 在這個遺谷在那邊發現 然後他們就蓋了一個 Campostella 這個大教堂 然後後來大家都去那邊 那這個朝聖之路 其實也有很多電影 你喜歡看電影對不對 有我出去以下 有朝聖之路 有好幾部 最近出了好幾部 那 其實從歐洲的一些主要的城市 出發越過西班牙碧里牛斯山 那路線是很分散的 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前往那個 那個 那個 對 那個路 那 越過碧里牛斯山之後的那一條 現在紅色的那一條 就是法蘭西之路 法國之路好了 它就是被指定的那一段 所以大家一般現在講到主要是這個 法國之路 可是實際上朝聖之路很多 包括像葡萄牙之路 北方之路非常多 從葡萄牙 由西班牙好多路可以去那裡 那 為什麼它會被保存 其實除了朝聖這件事情之外 它是見證了當時的這個時代 歷史的重要時刻 人類的互動 在貨物思想 知識價值觀上 持續影響 而且包含了遊行跟五行文化資產 那甚至 後來文化路徑的概念 不是只有陸地上的路 還包含水路 所以後來還有什麼被指定的 就是 大航海之路 大航海之路 大家知道在哪裡 就在海上 就是當年 那些什麼地理大發線 然後那個 它其實是不是東西方文化 非常 互相影響的一個代表性的路線 然後那當然 剛剛有人說到思索之路 或者是 中國後來有提那個金航大運河等等 就是它其實是某一個時代 線型概念裡面非常重要 那通常講這種線型空間的概念 大家要有一個 廊道的概念 廊道不是只有誤道 就是 這個是美國的移植廊道的概念 但我覺得這個圖可以說得比較清楚 就是 它中間你現在看到的虛線的是誤道本體 可是跟這一個文化路徑主題有關 所含色的各種軟硬體的東西 其實都可以被包含進來 舉例來說 你看看文化畫面 舉例來說像這個 這是另外一種文化路徑的概念 文化路徑很多 就是它以前這樣子走 然後某一段被整個指令下來 或者是像這種產業型的遺址 像這是一個運河 然後呢 它 這個運河不是只有保護 是運河本身 包括它旁邊那個牽著驢子走的那條線 然後運河的鑄水的閘門 旁邊有倉庫 運河不是一定會有倉庫 有倉庫 有當時的那個墨房 就是引水去磨那個澱粉的 所有跟這個運河有關的點 通通都是文化路徑的部分 所以剛剛講到唐鐵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開始推動 就是唐鐵的這個文化路徑 其實是希望把這個主題去含設 因為其實你現在如果去看唐鐵 有很多影機本身 並沒有所謂的文資價值的程度 但是如果它跟著一個時代的那個意義 那它把這些看似沒有價值的東西 把它連成一個主題的時候 它就呈現了它的價值 那所以文化路徑的概念 相對是一個包含比較大的 那當然包括日本 那日本有一條比較有名的文化路徑 古道岩之路 它在那個長野附近 就是它連結日本海道太平洋 好 那 所以這種 比較長的 然後是跟歷史 文化跟歷史放到空間裡面的概念 就是第二個概念 文化路徑 好 那第三個概念 是步道的靈魂 我們剛剛講的是 第一個概念是怎麼講 步道其實不是一個具體的空間 它是一種通行的權利 第二個講的是步道有時間的概念 對不對 然後時間其實會變遷 路線會動 路不是固定的 但是那個文化路徑 可以被畫得出來 好 OK 細節我先不講 第三個概念是步道的靈魂 如果沒有人 那個步道就沒有那個靈魂 那靈魂除了使用者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是為什麼 剛剛講到說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懂 因為我沒看那個報導 就是 步道要耐用千年 百年千年 這什麼概念 對不對 那是水泥嗎 不是 為什麼步道可以耐用百年千年 因為人 就是人在維護 人一直在維護它 路就會是活的 那所以在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維護的方式 比方說在英國 他們是從這個保育志工 那英國最大的一個 就是BTCB 這個保育志工組織 他們做非常多的 招募志工軍做非常多的事情 做步道維護是其中一件事 那比較有趣的是不同國家的 做步道維護的志工 他們做的工法不一樣 那工法不一樣有很多原因 地質土壤 植被水 地形不一樣 就會產生不同的工法 但是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那個跟步道的概念有關 像英國那邊的志工 他們都在做什麼工法你知道 就是做很多牆跟跨越牆的梯 為什麼呢 就跟剛剛我說 英國他們是通行權的概念有關 那個通常通行權是這樣 然後旁邊是私人財產 然後呢 私人財產就會希望 通行的人不要跑到他們這裡 所以他們就會請 自己就會自己或者是找志工組織 來協助做很多氣死海牆 或者是種樹林 所以他們都做很多牆 然後但是也有一些牆是 當他的通行權遇到了什麼 就是農場 他要防止深處跑出去 所以做了一些牆 所以他叫做跨越的梯 所以這個是在英國 他們就大概就做這種工法 其他的不做 但是在美國呢 這個我到 我們講手作步道那個禮拜的時候 會講比較多 就是在其他國家的這一些的 這個步道的工法 這個我就跳過去 這是在冰島 我在2015年的時候去冰島 做不到做了四十幾天 2006年是去阿巴拉西做了三個月 這個等之後再講 但是我們先看 停在這一章 就是那個 那個人家國外 做步道做到什麼程度 這不是在講工法 其實大家一定要跳 其實手作步道需要的是一個制度 是一個文化的支撐 如果沒有這個文化的傳承 或者是制度的支撐 就不會存在這件事 這等我講手作步道的時候會講的 你比較清楚 這個大家知道是誰嗎 克林頓 克林頓 美國之前的總統 對不對 高爾跟克林頓 然後他們就是在 應該是2008年 的地球日 去當阿巴拉西三業協會的志工 我一直在想說台灣哪一年可以發生這件事情 OK 好 第四個概念 第四個概念是 同樣是線型空間 但是線型空間會改變 它原來 最主要的其實就是所謂的鐵道變綠道 就是 美國有一個組織叫Rail to Trail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這裡面其實講很多 就是當這些線型的空間 它不再營運了 但是這些線型空間還在 然後它除了作為一個文化資產之外 它要如何能夠多元活用 那 如何是保持它既有藍道的連續性 然後 它不一定是要遠風不動的 把某一些文化資產留下來 它會提供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像這幾張 這是澳洲的那個 以前礦的鐵道改的 然後 那 大圓很漂亮 就作為自行車道的基礎 好 那其實表面上看起來 這是一個 好像是休閒運動 可是其實在背後有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叫做Rail Banking的概念 就是 把這種線型的廊道 留給下一代 存起來留給下一代 不要把它開發了 因為也許將來我們下一代 比好比 舉台灣來說 唐鐵 大家現在覺得那個線型空間 好像沒有什麼 對不對 所以就 這邊突然也用到 那邊做到什麼也用到 然後它就變成怎樣 可能就 逐斷的就斷開了 賣掉了 變成私人在用 可是如果將來 我們要發展輕軌 或者是我們未來再想像不到的 其他的交通設施 需要一個線型空間的用地的時候 那個公共空間有沒有被留下來 所以在美國或者是許多國家 他們是以這種 轉化活用的方式來 重點其實是藍道的保存 然後再來才是文化資產的保存 那其實喔 即使是自行車道也是可以手做步道的 在各國其實基本上都是自己的步道自己修好 那當然有一個大家可能要知道的案例在紐約 就是highlight 它變成是一個線型的都市公園 然後 那這種轉化 當然它後面有一些討論 就會講到說 周邊的房價 然後變成階級的分化 這當然是有一個 另外一些可以討論的意義 好 那第五個概念是什麼呢 第五個概念是 這個步道不是只有看步道本身 怎麼樣把步道我們看出去的風景一起保存下來 這件事情很重要 其實那個各國有不同的制度 細節我不講 剛剛我有講到英國有AOMB 它是一個僅次於國家公園的層級 它是保護景觀的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都是不同的AOMB 然後那政府是用AOMB 民間是用信託 環境信託 來做到這件事情 然後住在這裡面的人 他必須 他的一些開發行為是要受到這個景觀的限制 好 然後那包括像李珊的概念也是一樣 其實在談人跟自然的這個 人去改變自然就是既有發生的事情 但如何去保持這樣的一個地景 兩邊跟自然所共同營造的一起 在美國呢 他是透過國家公園 國家步道法 國家步道法裡面的保護 把周邊的緩衝在大陸保護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他們有很多步道 其實就走在這樣的河谷裡面 就走在裡面 他還沒有去做什麼設施 他是把這整個去做一個保存 就是步道不是只有考慮 步道本身 他是周邊的環境 然後那第六個概念是什麼呢 是那個人想要走長距離的夢想 這件事情 重遊 然後那所以這個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嘗試 這幾年還一直不斷的出現 除了剛剛 剛剛的西班牙朝聖之路 其實只是這個泛歐步道的其中一環 如果你去歐洲的話 你其實可以隨便選一條路 比方說現在有一條是從北歐一直走到義大利 從 對就是從上面 那個那邊一直這樣下來 中間會過水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從土耳其 一直走到西班牙 就是他有非常多條路 大概有14條長距離的步道 都是跨國的 然後那法國自己本身有大步道系統 然後總長有18萬公里 韓國呢有一個偶來步道 他是環島的 然後美國呢 東岸有太普山 東岸有阿巴巴巴契山進 西岸有太平洋屋脊山進 中間有分水嶺山進 都是三四千公尺里一起跳 然後剛剛說阿巴巴契山進走完要多久呢 要半年 ok 然後阿巴巴契山進不只有美國部分 他有連到加拿大 都連加拿大一起走還要八個月 然後那可是有很多人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我剛說美國有東岸西岸中間 有三條長距離步道 全部走完的就是三冠王 很少很少 然後你看那個美國其實也有 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步道 酷吧 ok 然後北卡 我們現在正在想辦法去跟北卡這邊聯繫 就是北卡有一個從山到海的步道 美東第一高峰一直走到萊克兄弟 把飛機飛起來的海邊 然後連結 也用這條步道把北卡的所有的自然公園 綠地 甚至社區後方的綠地連起來 變成一條線 然後那其實他本身就是希望能夠 藉由這樣子長距離的傳聯 來除了夢想 還有就是剛剛前面那些價值的展現 紐西蘭呢 從北島到南島的這一條三千多公里的路道 這2002年開始做 去年剛完成一個世界上最長的長距離步道 在加拿大 有兩萬四千公里 然後就算是在香港 最近講到香港 就其實是有多士之秋對不對 讓人非常擔心 但是就連香港 他們都有賣臨耗盡 一百公里 今年剛好四十週年 今年陸續賣臨耗盡 因為有一些慶祖活動 這些活動包括我 十月 十一月會去 就是手作步道的部分 過去三年 還有協助香港在做 就是他們的步道 手作步道的一些工作 好 那台灣呢 我們看了那麼多 國際上的這一些長距離的步道 台灣有沒有 沒有 其實那個 好 這個 好 第七概念 第七概念就是講到 剛剛我說的在城市中的 以人為本的 然後它其實會結合到 節能減碳 然後這個 包括 就是因應現在的氣候變建等等的議題 那這些都是國際上的 以前自行車道 那比較有趣的案例是 紐約這個案例 就是 他們把那個 時代廣場前面 變成是土部區 的這個 整個交通建設的改變 思維的改變 第八概念是什麼呢 第八概念是 這個步道不是 步道的連續性不是只有考慮到人 還有就是 生物 怎麼樣讓 路不要再變成是 生物的切割 生物輕易的切割 而是甚至它可以發展 縫補的功能 就是所謂的 濾網 濾網 那現在 其實現在林務局在推 國土生態濾網計畫 也是我們三年前 開始推 然後他們後來 把這個做為一個 國家政策開始做 那這個原型 其實世界各國的原型 大概都從荷蘭開始 就是國土生態濾網計畫 然後呢 他們基本上是做了 非常紮實的基礎研究去 調查斷點 然後把水域跟這個 需要生態保護區 透過緩衝帶 能夠把它整個連續 現在整個歐洲 正在推泛歐的生態濾網計畫 然後呢 荷蘭他們最大的成果是什麼 就是目標物 目標物種 藍回到了城市 阿不是 這當然可能 我現在覺得 但其實是一個 沒有大成就 那除了綠網之外 還有藍帶 藍帶的 你怎麼樣去重建 人跟河流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這個綠網 本身跟可實地景田園城市 跟浦門的結合 或者是跟這些藝術行動 這是法國的一個藝術家 在談這個綠網的這個夢想 這是我們之前在談的 做的綠網連結 這個我就跳過 最後一個概念 最後一個概念是在講說 怎麼樣可以讓 這一些步道的這件事情跟經濟 步道的環境保護 前面講很多的可能是跟保護對不對 但是呢 他要如何能夠兼顧保育 經濟社會發展 那這裡面就會提到保護區裡面的 這個特許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日本在講李山 那這裡面其實主要的參考國家就是紐西蘭 那我今天不會把這個細節講完 因為這個要講完要非常久 紐西蘭大概做得最值得台灣學習的就是特許制度 他在所有保護區裡面的開發行為商業活動 或任何樣的行為 通通都需要申請特許 這個特許小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你去拍婚紗 他是可能也是需要申請的 去拍魔戒也是需要申請的 然後那個開礦一定要申請 但是商業活動包括什麼 商業隊伍要去爬山 也要申請特許 在那邊辦什麼野跑比賽 也要申請特許 這個目的其實是要透過政府的這一些 在資源空間上面的配置去做到管控 人對自然的傷害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特許權他才可以確保 那個商業行為不會佔用公共財 不會佔用一般人的個人通行權 為什麼 我們舉例來說好了 你看那個排名山莊很難抽 為什麼很難抽 床位不多 床位不多 是原因嗎 床位現在已經變很多了 床位到多少其實會跟這個環境可以 那有多少會有關係 但是很難抽還有一個什麼原因呢 主要其實是商業隊伍 他其實就跟台鐵以前那個黃牛票的意思是差不多 就是因為他 基本上他們會有很多身份證可以抽 然後再換名單就可以了 可是這樣會影響到個人 是組隊要去爬山 他就抽不到 他機率就會變得很低 但是商業隊伍系統性的操作 一樣跟一般人來抽身份證 感覺好像很公平 可是其實不公平 他會影響到一般人證 所以紐西蘭怎麼做 紐西蘭基本上他如果是商業隊伍的話 他要看他的特許權取得的狀況 如果是過夜行的 他要自己蓋自己的商業 然後參加他的團的要很貴 因為他要回收他的成本 這個其實有 我有2013年代公共電視去拍 就是大家可以上公共電視的 那個我們的島 這幾集 其實你看完大家就知道 我要講的那個生產旅遊特許 這件事情他如何促進了社區經濟 如何確保了資源保育 那其實大家不用擔心那個 你現在也不用擔心拍 其實呢 我們有很多的影片 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們台灣牽引不到協會的YouTube上面 有所有我們把那個 有訪問過我們的 像剛剛紐西蘭的 然後 非常多啦 就包括之前我們在北美館參展的 我們也為了北美館參展做了一些影片 然後 淡染到的 張之細錄的 或者是 就是綠道都有 張之細錄這個 我們現在一段會再講 然後手作步道的 然後剛剛提到有人說那個樹根的問題 我們特別做了一個動畫 來講 人的踩踏 對於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然後怎麼去修復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手作步道的影片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呢 步道學 如果大家對於那個 之前我們其他的步道學 其實從2013年到現在的步道學 一般的課跟食物的課 在YouTube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都是希望是 盡可能的 讓大家能夠去接觸到這些資源 所以 我們都會把我們的東西 放在網站上讓大家看 那如果大家對於那個 我們另外會 有一個交作業的平台 然後這是之前的 我們目前收集到的一些 步道學過去的一些教材 大家可以去看 那你們可以加入千里步道的粉絲專業 就可以看到新的活動 然後也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影片 然後我們的出版品 剛剛有人提到一些東西 比方說我們 每一年會出守護地圖 然後有這些書 有手作步道 還有五載阿花拉基三季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找來看 那個 現在柏克萊爾還有 圖書百也都有 然後呢 我今天沒有跟大家細講的 是手作步道的認證體系 跟活動準則 剛剛只要講了一點點 那這個 我興趣呢 再自己去看 反正大概 就在我們的網站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 好 好 這大概這上面都是最新活動 好 然後這中間就會有 我們在推動的三條 國家級步道跟手作步道 大家可以看到的 以及我們年度的工作報告 好 有興趣的 在網路上有非常非常多東西 可以看到 特別是影片 其實影片你只要輸入千里步道 或我的名字 你可以看到一大堆 好 有時間可以在家裡看影片看一整天 好 好 那大概呢 我不知道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主題講完之後 大家對步道有沒有 再多一點想像 就是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 談那個現行空間 然後用律道的概念來談 就是希望 不只是 傳統大家想像的步道而已 好 然後那我下個禮拜會跟大家介紹 千里步道其實會在做的事 然後我們也有環島路線 剛剛有人說 有 有兩千八百七十七公里 但是呢 那個GPS都公布 剛剛那個 在裡面 但是現場裡面 看到指標 所以我們後來才開始 建立一個 國家級律道計畫 就是 它要去影響政策 怎麼樣 怎麼樣把我們剛剛所說的這些東西 去影響政府的政策 來 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OK 好 今天第一堂課大概只是 初步的介紹 那個 大家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那下禮拜啊 就七點 一樣 OK 老師我們有些人為今天來到 然後 那你說有 資料和E-mail 有資料 然後再加進去 這樣 對 就是要加到系統裡面 或者是 先簽名對不對 簽名留下E-mail 會先用E-mail 然後下禮拜 那個人員比較確定之後 我們再建立耐群職 這樣 好嗎 這樣子大家比較方便聯絡 哦對 然後剛剛有給大家 我忘了 這個 這個禮拜六 有一場那個 重遊屋山嶺行腳東心口的 是山海地國安吉利 到最近的一場活動 然後呢 四點過後 你還沒拿到這個的話 四點過後 的是 就是開放大家 一般參加的流程 就大家可以翻頁 我們 那個會在鄭家老宅 然後那天 茂城大根 你們就可以看到 剛剛有人介紹他啦 對喔 然後那 白天我們是帶著 提供老照片的人 去 巫山嶺附近 那 下午的行程 是歡迎大家 都可以來參加 聽他們的 看老照片跟聽他們說故事 還有老電影 就是曾經在巫山所拍過的 這部電影 兩個 然後還有音樂會 運到音樂會 陸陸續續 南部的相關活動 都會在課堂上面 繼續往下預告 好 然後剛剛有人說 不知道藤枝的步道 什麼事情 因為剛剛有人說 他們是參加過 只有 可以看手作步道這本書的 其中一篇故事 就在介紹 藤枝步道的過程 好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留下音樂 下禮拜再Live 我剛剛課堂有幾堂 是那個始作客 對 看到戶外群 對 他也不穩上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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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完蛋 他寫完蛋 到時候還會再寫完蛋 我們一定把他改成全天 都是白天 出外十二歌那個時間都是白天 我幫你走走也是白天 周末 周末 日期是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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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沒有改 日期沒有改 那可能是系統是一代 因為我改了 沒關係 通知一定都已 大家不要忘記有客戶小天使 每個禮拜都會跟大家 提醒 然後到時候 確切的集合時間 一定會在課堂上 再跟大家說 然後戶外的走讀跟 時座一定都是週末 然後是白天不是晚上 好不要擔心 不用兩場 時座挑一天 然後戶外走讀一次這樣子 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的話也可以都來 好 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OK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下禮拜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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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